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分别有示威者游行抗议中国宣示拥有南海群岛的主权 卓维奇报道 在河内,示威者身穿越南国旗图案T-shirt 在市中心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外 他们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示威者高叫反中国口号和唱国歌,支持政府立场 认为南沙和西沙群岛属于越南领土 中国宣称拥有南海群岛主权,等同侵占越南领土 大批警员和特种部队在场戒备 攻锁大使馆外道路交通,示威者无法接近 几个小时后陆续和平散去 越南上星期也有反中国示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示威损害中越关系 要求越南政府采取行动 南海群岛拥有丰富天然资源 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等 都宣称拥有南海群岛或者部分岛居的主权 中国最近更加通过设立三沙市行政区 管车范围包括南沙和西沙群岛 触发越南的反中国示威 亚洲电视记者徐卫琪报道 给大家看